啊 想要成為一款經典遊戲 無非是在音樂畫面 遊戲性等各方面都有著優異的表現 並且引起玩家們的共鳴 這樣才能夠成為一款 升職人心的經典大作 但是今天 AZ 巨大百科 所要介紹的這款作品 卻不是靠著好玩而凝流輕史 反而是因為集合了零數的缺點 以及難玩到極致的內容 而獲得最下位帝王的稱號 成為傳說中的另類經典 這款作品就是1996年 在 SEGA SATURN 上所推出的 光線槍射擊遊戲 死亡火槍 當年死亡火槍一推出就惡平如潮 莫名其妙又糟糕的美術風格 噪音般的音樂和音效 連遊戲本身也充滿了各種缺陷 例如偏移的準星 難以判斷的敵人動作 還有奇怪的傷害判定 和武器升級系統等等 不管在各方面 都遭到簡直不可思議的地步 曾被批評為 在32位元的主機上 卻做出連8位元主機畫面都不如的遊戲 長期稱霸電玩雜誌上的 爛遊戲排行榜的榜首 不過也因為這樣 反而吸引了許多業界人士 入手一片死亡火槍來作為警惕 希望自己不要犯下相同的錯誤 除了以這樣另類的風格闖出名號之外 死亡火槍其實也是另外一個 我們現在非常熟悉的名詞的起源喔 那就是現在常常用來表示 搞怪搞笑惡搞的意思的 Kuso Kuso就是日文的Kuso 原來意思其實是帶有濃厚貶毅的粗話 至於這個名詞的起源 其實是因為死亡火槍中的主角 月前康介 在死亡的時候都會發出Kuso的慘叫聲 這被當時的許多玩家模仿作為口頭禪 也慢慢的衍生成為惡搞的代名詞 並且逐漸演變成目前我們所熟悉的意思 只要是把現有已存在的事物 用另外一種搞怪卻又充滿創意的方式來呈現 我們都可以稱之為Kuso 這和日語原來的用法 真的是相差了十萬八千里呢 而這樣的變化應該也是許多當年 不幸買到死亡火槍 邊玩邊罵的玩家們完全無法想像的吧 欸 雖然如此 但號稱最下位帝王的死亡火槍 還是憑著這後人都難以撼動的另類口碑 獲得許多死中粉絲的支持 甚至還在Dreamcast上推出過續作 這應該也是讓許多人疊破眼鏡的發展吧 不管你喜不喜歡這樣的作品 但細數喜歡火槍的眾多成就 它在遊戲史上的經典地位 可是無庸置疑的喔